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现在时间不多 咱们长话短说 日局已经确定明天就发起总进攻 目标就是受困的这几个七大代表 唐绍雄的部队呢 现在已经确定投降 他们会在今天晚上十点钟之前撤出金寨 马上就要天黑了 那你打算怎么救他们 唐绍雄有一个手下叫铁团长 这个人不想做汉奸 刚才我也已经说服他了 他想在晚上撤退的时候脱离唐绍雄的队伍 我想把我们的七大代表混进他们的队伍一起撤出来 代表们的安全有保障吗 我看这个铁团长是真心抗日 他现在没有别的出路 我们也没有别的选择只能这么办 不过你放心 我会一直跟着他的队伍 直到把这些代表护送到安全地带 就这么定了 他们什么时候去金寨 铁团有个联络员在外面等我 天一黑我就带着他们出发 好啊 只要他们能突围 我就放心了 代表们走了 你们剩下的这些人打算怎么办呢 你不用管我们 我们都准备好了 同敌人血战到底 你们还剩下多少人 不到三百人 将军 大头啊 你呀 只注意我都居了 没地方我都握草码吧 哎呀 认输了 我说你今天怎么心不在焉呢 怎么说你也是军中的齐王啊 怎么输了这么多盘 是司令的起义突飞猛进啊 要不然别下了 别下了 接着下 林小姐还没回来呢 你急什么急呀 可事 没什么可事不可事的 接着下 小林啊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眼下最重要的 是把代表们护送出去 我们留在这里 就是能更好地养护你们 就算我们全牺牲了 也在所不自 听我的 你换身衣服 现在马上跟我去铁团 你让我去见他 你提醒我了 光把那几个代表交给他们 其实我也不放心 把你们的二三百人混进他们的队伍 一起撤出 这样才有保障 我们那么多人 能行吗 日本人已经规定了 唐绍雄的部队 必须在晚上十点钟之前撤出来 当时正是天黑 铁团又有一千多人 混进去两百人 根本看不出来 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也是最好的机会 我们不能错过 只是有一个问题 你们的那些伤员怎么办呢 这你不用担心 文雀山的百姓 和新四军雨水清深 另外还有区远曹书记他们 那你就赶紧换衣服 代表新四军跟我去铁团 天亮 这次 又是你来救我们 别说这些了 快走 走 燕北 林姐 唐少雄来了 带了好多士兵 看样子来者不善呢 在哪呢 在指挥部里跟铁团长的下棋 下了很久了 看样子在等你 是不是 他发现什么了 小三子 记住来的时候我一路上教你的话了吗 我记得 老郑 在那等我们 咱们三个先走 唐司令 听说你一直在等我 行啊 这破山沟子你一逛几个钟头 是不是和什么人见面了 司令真聪明 猜的一点错都没有 你去见共产党了 我穿这身衣服去见共产党 我疯了 赶紧告诉你 省着你着急 我去见的这个人呢 叫孙简 知道是谁吗 以前是卢孝安的女婿 现在是林少群的秘书 他让我转告你 他让我转告你 今天晚上十点钟 在你撤出金寨之后 所到达的那个路口 给你接封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还不明白啊 南板仓是块肥肉 林少群能那么轻易的就让给周佛海吗 哎呀 你在这等着算计我 没想到 背后却被别人给算计 你说这话是真的 你不信我没关系 他是你的人吧 你问他 对 他说的都是真的 那个人呢 他去司令部了 他说司令部他有好些朋友 送我关 回司令部 是 没想到 你几句话就解了呗 刚才我真是捏了一把 他现在 满脑子想的都是个人那点利益 哪顾得了那么多 铁班长 我跟你说过的那件事 你没变卦吧 你说的对 当汉奸是没有出路的 西四军的代表已经来了 正在等着跟您谈话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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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过的是我的一团,团长廖大发,总共人数是900人,马上要过的是我的二团,团长叫铁石又叫铁团,总共是950人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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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坏了,他们怎么在那儿啊?你赶紧告诉我们的战士,一会儿过路口的时候千万别紧张,不要往两边看,但要做好随时战斗的准备。 诶,你去哪儿? 齐古和唐绍雄都在那儿,我得去应付一下,他们都认识你。快点验呗。 不要紧张。 嗨,总,全員は10時前に金西から撤退しました。 嗯,あなたは清水司令官が勤めた凛さんですか? はい。 嗯,清水司令官からあなたのことを聞いた。とても気に入っていたようです。 知道。 長い付き合いですから。 唐司令,我跟你说的那个人你见了吗? 嗨,我人影就没见着。 丁小姐,你刚才跟鸡骨大佐说什么呢? 我夸你呢,我说你这人守信用。 你看,10点钟之前准时撤出了队伍。 哈哈哈哈,我看出来了。 哎呀,林小姐跟黄军的关系是非同一般的。 你不会跟鸡骨大佐说我什么坏话吧? 唐司令,你有什么坏话是怕我跟日本人说的? 司令,我的团已经全出来了。 知道了。 我是林小姐啊,说真的啊。 对了,唐司令,我有个好消息忘记告诉你了。 唐司令。 日本人好像是共产党。 你是不是疯了你? 你现在是什么时候啊? 日本人都在这儿呢? 你是不是想说你自己的队伍混进了共产党? 真是想抱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你怎么跟日本人交待,怎么跟周云章交代, 你怎么想的? 林小姐,我是看花眼了。 我看错了,看错了。 林小姐 你刚才要告诉我什么好消息 我们郭小姐建议 说在我们女生杂志社 给你发屏专访 我看这事就算了吧 再说 这也不是什么好事 就不要宣传了 唐司令 真没想到 你还这么谦虚 我看林主席那边也来了 咱们过去看看吧 你们先去 我还有公物 请 那行 我和郭小姐先去 请 这个女人 不简单 不简单 怎么样了 你回来了 方才真够惊险的 我们的人全都出来了 我代表新四军 谢谢你 别谢我 谢铁团长 他帮了我们这么大忙 我也得谢谢你啊 要不是你 我肯定背上汉奸的罪名 别说这些 这不安全 你们赶紧走 遇到日伪 就说是林少群的命令 我让燕北跟着你们行动 他现在还是日军的联络官 怎么 你不跟我们一起行动 日军明天大进攻 找不到你们 不一定要干出什么事来 我必须马上回去 你 日本人不傻 唐少雄也不傻 你 你这不是往火坑里跳吗 我不去 谁去啊 你们赶紧走 快 这就是共产党 停车 停车 怎么是你啊 林主席把天香楼给包下来 他要亲自给唐司令接封 你怎么穿日本军服啊 你管我穿什么呢 你见到唐少雄了吗 见到了呀 快别提了 这人有神经病 奔了我一堆莫名其妙的话 当时就还给倔回去 他会去天香楼吗 林主席的面子他敢不给 我不跟你多说了 还得跟林主席回话 先行一步啊 开车 开车 上车 怎么是你啊 你别以为我不让你干什么呀 唐少雄 是你们戴笠培养出来的亲信 现在却叛国投敌 以戴笠的为人 根本就不会轻易放了 还有那个周福海 虽然是汪伟的人 你们却一直暗中勾结 还想拉拉我 这次你们更是想借周福海和林少群 过和的这个机会 我算是帮了你们的大忙 哇 看不出来呀 我看不出来呀 不过只是个初级特工 你专业还差远呐 什么叫政治 你根本不知道 我根本就不必要知道 我一直以为很了解你 但有时候我又看不透你 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你还是别看去 想不想陪我唱出气 巴王别姬还是细相机 唐少雄已经宣布了投降 户队撤离了金寨 黄军已经开始进入 我把您的邀请告诉了他 他说他一切聪明 只要他回到了南满仓 马上就过去 周福海还有动向吗 暂时还没有 都准备好了 全准备好了 要多丰盛有多丰盛 海参鱼翅龙虾螃蟹 能弄到的我全弄到了 走 天下楼 また起こしください Irassiai masei 刚才我教你说的话 你背回了吗 一会有人打电话过来 问你唐少雄跟什么人在一起 你就按我教你说的说 要说的不好 我的枪 特别容易不听话 倒酒吧 是你 你怎么进来的 我说找林主席有事 你的手下就放我进来了 哎呀孙秘书 你没有把我的行踪报告给林主席吗 这个 下午您在开会 我给忘了 下午去进寨了 去了 刚回来 您知道吗 周院长现在正在麒麟阁宴请唐少雄 我本来以为您在那儿 结果赶过去一看您没在 我一打听您在天香楼 我这不就立马赶过来了吗 不可能 他下午 他下午和汪先生有个重要会议 我就是赶这个时间接见唐少雄 他怎么可能来呢 林主席 您也太大意了 周富海 他是什么人 您心里比我有数啊 这种明修战道 暗度陈仓的事 他在您这儿 干了也不是一回两回了 您怎么还不提防一点啊 下午去进寨干什么去了 去劝说唐少雄啊 让他跟随您啊 结果这个唐少雄跟我说 有奶才是娘 根本不听我的话 也不买您的账 不过好歹 我算是没白去 他下面有一个团叫铁团 这个团早就不想跟着他了 我下午去这么一说呀 他们还真愿意跟随您林主席 这样的话 一碗饭 虽然周院长吃了四分之三 但好歹咱们还剩下四分之一 你这话什么意思 你这个意思是 只有这个铁团也一根嘴里里 我刚才问过了 唐少雄确实在麒麟阁 周院长正在宴请他 这么看来 我的饭真不合他胃口啊 这带娘的唐少雄是没把你放在眼里 林一小姐 你刚才说的那个团 现在在哪儿 司令 周霍海约了咱 到现在也不露面 会不会有什么变故 我觉得吧 这里面挺蹊跷的 但我说不上哪里不对 我就觉得 这里面肯定有问题 司令 你是紧张过度了 你确定打电话的 就是周霍海 电话是他的手下打来的 不会有假的 时间 地点 都对啊 怎么样 查到铁大头在哪儿了吗 从京寨出来以后 他们在阳春突然改变了方向 我初步判定 他们是向东去了 向东 对 我们三团跟在后面 我当时还问了他一句 他们说是奉了林少群的命令 这不扯淡吗 林少群什么时候把手伸在铁团了 司令 你忘了林烟在铁团 跟您说的那些话了 肯定就是他 林烟 他现在在哪儿 我刚接了一个电话 他现在就在天香楼 跟林少群在一块 天香楼 糟了 认识我妈 不认识 见过我妈 没有 林主席啊 我迟来一步 恕罪恕罪啊 唐自令是真难请啊 是不是我这个庙太小了 不敢不敢 这如来是佛 那秘了也是佛呀 林主席 这下您明白我的苦衷了吧 坐吧 看看是麒麟阁还是天香楼的菜好吃 好 其实啊 我今天来不单是吃东西的 我丢了件东西 想向林小姐要过来 唐自令丢东西了 那得去警察局啊 铁团是我的部下 林小姐把他弄到哪儿了 总该跟我说一声吧 唐自令你真会开玩笑 你自己的部下丢了 你怎么好问我来要人呢 白天你闯进金站 在铁团一呆半天 结果 铁团撤退以后 突然去向不明 林小姐 你不会说 跟你一点关系也没有吧 林主席 今天来呢 我想弄清楚一件事 他是您派去的吗 唐自令 闹了半天 你不是来吃饭的 你是来向我们林主席 行事问罪来的 当然 这是挖我墙脚啊 再说了 周院长听了很气愤 就连清水司令 听了都很不高兴啊 所以啊 你有了靠山就敢这么大胆子 都不把林主席放在眼里 不敢 睡警团 睡警团是四千人的编制 现在少了一千人 你让我怎么向周院长交代 睡警团 睡警团 你脑子里想的只有睡警团 那我们林主席的保安军怎么办呢 哦 对了 睡警团是背靠大树好 乘凉肥的流油啊 所以了 唐司令出了金寨 就去了麒麟阁 把我们林主席一个人晾在这 今天要是没有铁团这件事 你根本就不会到天香楼来吧 你胡说八道 我怎么胡说八道了 我说的哪句不是实话 你自己看看你来吃饭带了多少人 你根本就不是来吃饭的 你是向林主席逼宫来的 林主席 唐少雄你眼里还有我吗 您别误会呀 其实啊 我是奉周院长之命啊 来讨个说法 没别的意思 真的 那你可以现在回去复命了 你跟他说 有什么事直接找我谈 可是 小天 宋客 可是铁团 请吧 可是铁团的 唐司令 主席的话你听不懂吗 唐少雄的嚣张给了我机会 把林少群装了进去 我并没有把铁团的行踪告诉林少群 可到了明天 他就会自己猜出来 他绝不会善怕甘休的 我明白 自己又将面对一个极其复杂险恶的情景 可我当时真的没有别的选择 我只能是豁出去 始终 始终 雄沙丹 隊長 來了 進撃部隊的準備準備了嗎 已成功完成了 只要我似乎是 我似乎是攻击 効果が伸びると 全面的進撃を展開 遠征舎的新洋軍 五百人不足 你們要不然叩見 要不然 是 李小姐 多可憐啊 先別說這個了 剛才唐少雄打電話來了 說鐵團跑到了丹阳 並正式宣布和他脫離關係呢 鐵團去了丹阳 可不知為什麼呢 林主席知道這個消息非常惱火 他要馬上見你了 要不你先跟我來吧 來 這邊請 請吧 想不到啊 血雨新風的清香委員會裡 還有這麼幽靜的地方 和重慶哥勒山中美合作所相比 那兒的風景更美 你是小屋見大屋了 我見過比這更美的花園 在土肥園的重光塘裡 因為都是用死人做的肥料 花長出來特別好 我這個花園裡也埋死人 尤其是那種自作聰明的人 林主席 您說 誰會是你這個花園裡 第一個做肥料的人呢 幾股聯隊請重兵強攻文靴山 目的就是抓到共黨代表 你說他們會有收穫嗎 不知道 這麼大的事情 您都不知道 我怎麼可能知道呢 你昨晚演了一齣好戲 好戲 早晨那個鐵團到了丹陽 我才反應過來 你編了一個筐把我裝了 你到南板艙來 根本就不是為了郭彥北 就是為了這幾個共黨代表 承認吧 不承認 你說的什麼我一句都聽不懂 你太明白了 心裡邊太清楚了 南造雲子的死 你讓我啞巴吃了黃蓮 為了這幾個共黨代表 你又挑拨我和唐少雄之間的矛盾 啊 我是你的擋箭牌 利用我達到一個又一個目的 你太可怕了 我真後悔 你說我怎麼當初我就 我就能容忍你 你也太健忘了 您不是容忍我 對您來說 我只是還有利用的價值罷了 有多少次 你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 給我設下陷阱 我能活到今天 不過是死裡逃生罷了 如果今天文雀山行動失敗 抓不到共黨 你也別怪我翻臉不認人 我一定把你扔進金魚池裡 讓金魚慢慢地吃掉你 同樣的話我聽過 川島方子跟我說 要把我埋在重光堂 給他的花做肥料 孫秘書 主席 就在這兒看著他 不許離開半步 是 你何苦給他祖盾 這不自尋死路嗎 将軍 已經把文雀山關了 為什麼 抵抗的銃材 抵抗沒有 一人的敵也沒有見到 沒見到 誰 奴隆 奴隆 聽到嗎 以上 剛剛清水司令親自打電話過來 讓你去一趟司令部 知道是什麼事嗎 日軍攻佔了文雀山 但是卻鋪了個空 一個共黨也沒抓到 沒抓到共黨的新死軍呢 新死軍也都不見了 所以清水司令非常惱火 我還聽說唐少雄這個王不但 把所有的責任都推到了你的頭上 這個狗娘癢的 走 跟我去趟後院 不去司令部嗎 去後院幹什麼 啥個人 走 你幹的 你幹的比我想的還要過分 你說 那些新死軍 昨天是不是跟著鐵團跑了 日本人已經佔領了文雀山嗎 你不要怪我心狠手了 這是你咎有自趣 不殺你 不屑我信頭之恨 你可以殺我 但是你殺了我 你的死期也到了 什麼意思 你給我一分鐘 我要單獨和你說話 說完了之後 要殺要刮隨你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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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滾滾滾滾 你現在想殺我 無非是想卸私憤 鐵團已去是事實 你殺了我滅口 唐少雄為了脫罪 就會把罪名推到你身上 他會把你往死裡踩 他的後台是周福海 周福海跟你是什麼關係 你比我清楚 周福海不會替你說一句好話 你自己好好算算 你是賠了還是賺了 你現在最該殺的人不是我 是唐少雄 這個人有個外號叫毒蛇 他要咬住你就會死不松口 不管怎麼說鐵團是他的部下 現在鐵團沒了 他必須把罪名推給你 這樣的話他既脫了罪 又陷害了你 這不是一箭雙雕嗎 別跟我耍共產黨的那套陰謀 現在是誰的陰謀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怎麼保全你自己 你和清姐跟我的關係 大家都知道 我是共產黨 你們脫得了干系嗎 你敢這麼向日本人說嗎 你為什麼早不殺我晚不殺我 偏偏選在這個時候殺我 你這不是明擺著欲蓋迷章嗎 你在要挟我 不是我在要挟你 是唐少雄在要挟你 他的部隊一撤出來 新四軍就不見了 他為什麼白天不投降 非要選在晚上投降 這不是有意而為嗎 他自己的部隊 他能不認識嗎 他就站在路口 多了幾百人 他居然不知道 這可能嗎 早些時候 新四軍有批傷員 就是他放走的 他有這個前科 還有 唐少雄的信條是 有奶就是娘 只要有人出了重金 他什麼事不敢幹 你是什麼 你不過是一粒棋子罷了 唐少雄是不是有投共的嫌疑 唐少雄是什麼人 你應該比我清楚 你殺了我 就是斷了自己的後路 給你的對頭一個笑柄 把自己陷入七苦南下的境地 你得到了什麼 唐少雄若是定了罪 周佛海必定顏面無光 他的那支部隊 就會群龍無首 你不費吹灰之力 就會得到幾千人馬 你好好想一想 殺了一個唐少雄 你得到了多少 蘇秘書 林小姐 你都跟主席說什麼了 我只是告訴他 鲸魚不吃人肉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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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愿你看清 幸福遇见你 我才发现 你却早已疲倦 我小心翼翼 呵护我们的爱情 所有努力 从来没有意义 我们的爱 代表你带真心的爱 你无情还愿开 如此的错爱 未来还在 我们的爱 会不会再重来 只拥在怀里 如此的惨悲 你不要离开 不愿看清 看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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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